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程调度 进程中段处理 信号发送 进程优先级 那么什么才真正的进程呢 我简单给他下一个定义 进程就是操作系统结构的基础 是一次程序的执行 是一个程序机数据在处理机上 顺序执行是所发生的活动 这就是进程 嗯 所有运行在运行操作系统上的进程都使用一个叫 task struct的结构来管理 这个结构也被称为 嗯 进程描述符 进程标注符包含了 嗯 在运行中的所有进程的信息 嗯 比如说他的很多的很多的属性和他的那个 PID 就是他的进程号 这个进程与进程之间区分也是靠这个进程号 PID 来区分 互相区分的 好 接下来我们讲解一下这个进程是如何 呃 是可以产生其他进程的 嗯 但我们给这个电脑一个信号 就是开机信号 然后这个内核就会接到一个信号 然后他会启动INIT这个进程 由于INIT这个进程是第一个被启动的 所以说我们给他赋予PID等于1 嗯 INIT这个进程启动完毕之后 他会启动另外两个 产生两另外两个进程 一个是FTPD和一个Loan FTPD这个进程的含义就是关于文件的一些进程 他可以控制一些呃 文件系统呃 的这个读取交用等等 这个Loan Loan这个进程 我们通过字面也知道 就是登录 如果我们是 呃 普通用户 我们就可以登录普通用户全线 如果我们是root用户就可以登录root用户全线 登录完毕后 又可以产生其他进程 嗯 简单 嗯 提两点 就是在 附进程与子进程的关系中 这个子进程一定是依附于附进程所提供的环境才能进行的 如果这个副进程被kill了 这子进程也无法存活下去 那么 进程创建子进程的过程是怎么进行的呢 那这时候我们就用这个Flock这个字段 Flock是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作用就是在其进程中创建一个新的进程 这个新的进程不会取代原来的进程 而是以当前进程的一个子进程而存在的 这个子进程会有一个新的进程标识组 也就是pid 新的pid 并且这个子进程会继承附附进程的一切 比如说它的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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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旦失去这个它的依托的环境 那么这个进程就失去了原有的功能 成为一个既浪费资源又占用空间 而且没有任何贡献更贡献的形势走肉了 也就是我们 称称之为脏费就是 丧尸 丧尸的意思 呃 接下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介绍一下关于僵尸进程 呃 下面是进程的状态 进程状态分为四种 四种 首先第一种就是运形态 运形态就是进程正在被处理机处理 第二种就是 旧续态 旧续态的进程 呃 可能是由于处理机个数太少 虽然具备了运形的条件 但是没有运形 呃 正在等待处理机被释放 第三种就是睡眠态 也称为挂器态 呃 这种进程什么事情也不做 只是等待某种资源被释放 某种IO设备被释放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呃 打印机 它在等等待打印机被释放 打印机正在被 某些其他的进程使用 但是在被 它正在等待这个打印机被释放 当打印机被释放的时候 它很快就会被提升到 呃 旧续态 或者是运形态 第四种就是这种僵尸进程 僵尸进程已经被 被终结了 已经被 杀死了 但是它还并没有消失 它还占用着它的这个进程号和这个 占用进程号和 一些资源空间 接下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些 呃 僵尸进程 呃 僵尸进程 呃 最理想状态就是 呃 不占用CPU资源 不不占用PID 而这个 僵尸进程 呃 僵尸进程 呃 并不是这样的 它虽然是 被终结的进程 但是它 还实际存在 它还 占用着CPU 占用着其他资源 还占用着PID 关于这PID是有上限的 呃 如果这个僵尸进程 数量太多 数量太多 这个操作系统就无法产生新的PID 呃 然后这个操作系统就无法继续运营下去了 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僵尸进程的产生过程 僵尸进程 呃 是如果产生的呢 呃 首先 这个子进程 负进程是有关系的 子进程当运行完任务 结束的时候 他会把他自身的信息状态 呃 发给负进程 呃 如果负进程没有接受到这些信息状态 呃 这个子进程还会实际的存在 虽然说它被终结了吧 它还会实际的存在 但是 没有什么作用 因为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信息已经发送走了 所以时候他就成为一个僵尸进程 他会 占用CPU 占用其他资源 还占用PID 这就是呃 僵尸进程的产生过程 模式来输出所有进程的信息 接下来就是 嗯 过滤输出 过滤过滤过滤的这个进程 呃 我们通常用PGRIGRIP加加那个进程名 来寻找一些特定的进程 呃 那例子是PATTRN 例子是这个 呃 简单介绍一下几种选项 呃 就是显示 呃 进程的名称和这个 进程号 这里虽然没写出来 但是它实际效果是有显示进程号的效果 大家有信息可以试一试 -1 加 用户名 -J 加 嗯 组名 嗯 都是 用来显示 这些 呃 从属于用户和组的 这些 那个 进程的 信息 -O 含义就是 当有好多 嗯 好多进程 与 与 需要搜索的这个 进程名 相 相符的时候 它就会 把 PID 最小的那个进程 显示出来 接下来 我们要讲的就是 呃 关于进程的控制 如何杀死进程 在讲 杀死进程 控制进程之前 我们首先要学一个名词 就是这个信号 信号就是用来通知进程 发生了一部事件 进程之间可以互相通过 调用 kill 呃 发送的这个信号 呃 呃 内核 也可以 因为内部事件 而给进程 发送信号 通知进程 发生了某个事件 呃 我们要注意 这个信号 是用来通知 发生了什么事件的 而不是 传递呃 某些数据的 这个信号 不是数据 关于信号 我们稍作了解 接下来是 关于 常用的信号的一些讲解 常用信号 15号 代表的是 终止进程 软件终止信号 9号代表的是 终止进程 刹死进程 1号代表的是 终止进程 嗯 终端线路刮断 呃 11号代表的是 啊 11号代表的是 建立CRE文件 断非法错误 我们听了这堆数字和 这堆描述 我们觉得一头无水 我们不知道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在这里 我们简单做了解 就OK了 主要知道的内容就是 这些信号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终止进程 所以说 信号的主要作用 也就是终止进程作用 接下来 我们来介绍终结进程的几种方法 首先第一种 也是最常用的一种 Q 加 PID 我们常常就是 Q 加上 嗯 进程号 就可以终结一个进程了 但是它也是有好多选项可供选择的 介绍几个比较常用的 杠L 杠L 就是显示出信号的信息 杠Number 和杠Single 就是两个一起同工的 就是指定的信号 来终结该进程 Q-O 也是用来终结进程的 与其说它是用来终结进程的 我们可以说 它是用来终结一个程序的 为什么呢 因为 Q-O 后面加的名称是程序的名称 程序是由多个进程组成的 终结了这个程序 它的进程也会被终结 -l刚刚介绍过 -s加single 也是刚刚说的 以指定信号来 终结该 该程序 -u加user是指定 特定的用户 终结其进程 pq和ql 是非常相似的 因为它们都是用来终结程序的 语法也非常简单 pq加option 再加上名称 选项的 选项的 大概和 选项大概和 pgrep相似 single和ql非常相似 简单说一下 pq和ql 都是用来终结程序的 我们刚刚提过 用来终结单个的进程 我们一般都是用ql的 因为ql非常的简单灵活 也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稳定 好 今天内容就全部结束了 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所学主题是proxies 进程 通过今天所学内容 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 在linux操作系统中 进程与进程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进程的状态有几重 我们学会了如何控制进程 如何杀死进程 如何显示进程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学到的 好 关于作业 由于今天所学的内容比较简单 命令也比较简单 大家可以自己在自己的虚拟机上 尝试一下 PPT中所显示的命令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行查询一下 关于linuxproxies的一部分内容 丰富一下自己的知识 关于下一章 下一章我们要讲解的是软件的管理 好 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